大家好,前面我们刚刚认识了计算机主要的输入设备,鼠标和键盘。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计算机最常用的输出设备之一,显示器,也称为监视器。 首先看一看显示器的种类。显示器的常见种类有以下几种。 一,CRT。CRT显示器是一种使用阴极射线管的显示器。 阴极射线管主要有五部分组成。电子枪、偏转线圈、阴罩、荧光粉层及玻璃外壳。 依靠电子树激发屏幕内表面的荧光粉来显示图像。 二,LCD。LCD显示器及液晶显示器。 在显示器内部有很多液晶粒子,它们有规律地排列成一定的形状。 每一面的颜色都不同,分为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。 当显示器收到电脑显示数据的时候,会控制每个液晶粒子转动到不同颜色的面,来组合成不同的颜色和图像。 LCD显示器的优点是机身薄、占地小、辐射小。 缺点是色彩不够艳,可视角度不高。 三,LED。LED是发光二极管的英文缩写。 LED显示器是一种通过控制半导体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方式, 用来显示文字、图形、图像、动画、视频等各种信息的显示屏幕。 LED显示器的色彩鲜艳、动态范围广、亮度高、寿命长、工作稳定可靠。 再来了解一下显示器的主要参数。 一,尺寸。 是指显示器的对角线尺寸,以英寸为单位,如19寸。 二,分辨率。 是指单位面积显示像素的数量,通常用水平像素点乘垂直像素点来表示。 如,1024×768,分辨率越高,所包含的像素就越多,图像就越清晰。 三,点距。 指屏幕上相邻两个同色像素单元之间的距离。 点距越小,显示器一屏所能显示的像素越多。 四,响应时间。 指液晶显示器各像素点对输入信号反映的速度,越小越好。 响应时间越小,显示动态图像时,围影拖拽的现象就越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